蓝毗宁市佛陀的古乡 慈济尼泊尔关怀团第四提次 来到蓝毗宁佛教大学参访进行交流 蓝毗宁佛教大学是当地所公立高等学府 通过应用佛教核心价值来教育尼泊尔人民 并丰富及推展全球社区学习 以促进世界和平 因为我们感觉我们需要关注于21世代 所以我们将来的佛教和佛教和佛思维 和佛思维的方法来的生活 是因此我喜欢这个静止的静止 人们在买自己的方法 大学塔寺内供奉佛陀设立子 志工保卫因缘 念诵经文 前程礼拜 一行人也来到佛教大学 刚落成的大学图书馆参观 各类佛教书籍整齐排列在架子上 对整个蓝培尼也是一个很好的贡献 证言上任的书籍作为结缘品 递结与蓝培尼佛教大学更深的姻缘 在蓝培尼校园铺下人间菩萨道 大海新闻尼佛尔综合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多一份监制 费者 大海新闻 北京 小海新闻 我知道 五十二 快 初颈 亭